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三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首先 一名中国男子通过搭便车应用程式预定了一次1400公里的旅程 但在到达目的地后却逃跑未付款 让司机蒙受损失 这名搭便车者的逃跑行为在网上引起了热烈讨论 其次 中国科学家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个磁力发射系统 以便以更低的成本将月球资源送回地球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能够提取并返回亥富三 以帮助解决地球的能源危机 最后 随着以色列 加沙战争持续进行 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 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增加了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中的影响力 但也使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变得紧张 专家们认为 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得不包括以色列在其中东政策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详细探讨几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这些报道涉及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和计划 首先 我们聚焦一件在中国发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一名男子通过搭便车应用程式预定了一次1400公里的旅程 却在到达目的地后为付款逃逸 这名男子姓刘 他与父亲计划从北京前往湖南省张家界 为了分摊费用 他们通过Hello Bike搭便车服务找了一名搭便车者 根据应用程式显示 这次长途旅程总费用为2800元人民币 但刘先生因为不熟悉应用程式的操作 未能确认这名乘客是否已经上车 结果 这名乘客在到达目的地后取消了订单 并在旅途中与刘先生进行愉快交谈后承诺会以现金转账支付费用 然而 乘客在吃完早餐后借口去洗手间 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先生在微信上被对方拉黑 无奈之下只能报警 更匪夷所思的是 这名乘客在逃跑时还通过另一平台轿车 依然未支付车费 警方介入后 此人仍拒绝承认欠款 并给出各种拖延借口 在此事 在网上引起热议后 这名乘客才表示愿意道歉 并承诺立即转账2200元 但截至报道时间 刘先生依然未收到这笔钱 Hello Bike则表示 已经暂停了这名乘客的账户 并提醒用户避免在平台外进行交易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件事不仅揭示了个人诚信问题 还暴露了搭便车应用程式 在用户身份验证和订单确认流程上的漏洞 尽管平台已采取措施暂停违规用户 但如何进一步加强用户体验和安全性 将是平台未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同时这也提醒广大用户在使用类似平台时 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避免因疏忽大意而蒙受损失 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极富雄心的科学计划 中国科学家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个磁力发射器 以便以更低的成本将从月球表面提取的资源送回地球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提取病反回氦 三 这是一种被誉为清洁 安全且高效的燃料 能够通过可控核聚变产生能量 据估算 月球土壤中含有一百万吨氦 三 足以满足世界上千年的能源需求 这个磁悬浮设施的工作原理 类似于田径运动中的链球投掷 但它会以不断增加的速度旋转 最终将发射舱抛向地球 利用月球的高真空和低重力环境 这个系统每天可以以现有运输方法成本的 约10%发射两次有效载荷 该系统设计寿命至少为20年 由太阳能和核能提供动力 并且通过设计能够回收超过70%的能量 从科学和工程的角度看 这个计划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 如何在月球崎岖的表面安装这个设备 确保旋转币在高速旋转下的稳定性 以及设备能否在极端环境下长期运行 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该项目的团队目标是在2030年前完成关键部件的开发 并在2045年前全面实施 如果成功 这将大大推进人类在宇宙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能力 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在中东外交领域的动态 随着以色列加沙战争进入第十个月 中国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中加强了影响力 但与以色列的关系却变得紧张 中国在冲突中的立场明显偏向巴勒斯坦 并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形成对比 自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 特拉维夫与北京之间几乎没有高层次交流 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个重大关切 从经济和战略的角度看 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在精力调整 尽管两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有着紧密合作 但随着中美竞争加剧 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 对于中国的合作采取了更多审查和限制措施 美国和以色列启动了战略高层技术对话 加强了对技术合作的控制 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中义关系 然而从长远来看 中国如果希望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贡献 必须与以色列合作 中国在中东的扩展野心和影响力 使得它不得不最终向特拉维夫伸出橄榄枝 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也可能成为重新建立关系的关键 即便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存在分歧 但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仍然具有潜力 总的来说 这些事件和计划展示了中国 在国内和国际上面对的多重挑战与机遇 从个体诚信到科学探索 再到复杂的国际关系 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复杂性 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平衡与进展 将是未来的关键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说到搭便车事件 刘先生当初可能是过于信任人了 但这不代表搭便车应用的信用系统就完全无效 假设我们现在因为一两次失败的经历 就全盘否定这类应用 那等于是因噎废时 搭便车应用如果运作良好 可以减少碳排放节约资源 何乐而不畏呢 楚天书 你说得倒是好听 这完全就是拿自家鸡蛋去碰人家石头吗 现实比你想得要残酷 这种搭便车应用的安全漏洞和信任问题 可是早就被人诟病了 你说减少碳排放 结果刘先生是减少碳排放了 但他的钱包也减少了不少 信任是好 但要有底线 不然就像刘先生这样 信任变成了笑话 谢琪琪 这话说的真是犀利啊 但你想想 古代的商队也有被劫匪劫略的风险 这不代表大家就不上帽了 搭便车应用需要改进 但不至于因为一次刘先生的遭遇 就让所有人望而却步 随着技术进步 信用系统和安全措施会越来越完善 刘先生的经历其实是一个提醒 让我们更加谨慎和智慧地利用这些技术 哈哈 商队和刘先生可是不同的故事 商队有护卫 有刀剑 有朋友 刘先生呢 只有一个早餐和愿者上钩的心 你说技术进步 但这些技术漏洞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你这样说 简直像是对着一个断了腿的人说 放心吧 医学会进步的 你的腿总有一天会自己尝回来 现实一点吧 与其期待未来 不如现在就学会自己保护自己 谢琪琪 你这比喻可真够生动的 我们确实要现实一点 但也不能过于悲观 你看看 中国科学家在月球上建造旋转发射系统 这样前瞻性的项目都在进行 难道我们还解决不了一个搭便车的信用问题吗 说到这个月球项目 这才是真正的高大上应用 假如我们把这股创新精神用在提升搭便车应用上 必然可以大大提高这类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哈 楚天书 你这脑洞开得真大 从搭便车直接飞到月球了 这个月球项目确实很伟大 但人家是科学家 不是帮你开门的保安 你说把这些创新精神用在搭便车上 就像是用火箭技术来煎鸡蛋一样 简直是大材小用 你看现在的问题 是人心中的猫腻 不是技术能完全解决的 安全和信用是需要时间一点一滴建立的 你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消除所有的风险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平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